VL函数 那再来的话呢,插入函数 我们用VL函数好了 刚刚用LOOKUP函数 现在用V,这个V指的就是Vertical Vertical指的就是垂直的 垂直的,对,垂直的 另外有个H,HLOOKUP就是HONERONTO水平的 它有垂直跟水平 资料是纵向的跟横向的 是不同的 OK,那我们用VLOOKUP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会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LOOKUP指的什么 你要查什么 OK,白话的意思 查005 第二个是Table Array Table Array指的,这个Table指的就是你的资料 就是你的表,算什么 表格啦 其实就是资料表 Array的话就范围 意思就是 你的资料范围在哪里 通常资料范围呢,指的就是这整个 整个资料表 但是呢 通常我不会选到 栏位的名称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查询的资料 不会查到栏位名称 所以 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主要是005 在这个范围去查 不用查 如果你选到编号 当然也 不会影响 不过 我是觉得 比较不正确 那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VLOOKUP有个特性 就是呢 它只能够去查什么 你选取这个范围里面的第1栏 OK 就是005 在这个范围里面的第1栏 排在哪一个位置 OK 那如果说未来呢 你要查的是第2栏 或者 以外的 特别是不行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为什么我要查姓名查不到 当然啦 因为它不在第1栏 除非呢 你把第1栏 把姓名搬到第1栏 来查 可以啊 可是通常 他比较不建议 第1栏呢 通常是放一个 所谓的KEY 资料库里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过资料库 如果有学过的话 应该都知道 资料库 它有一个正 就是有一个 正规化的一个 表示 就是说 第1栏呢 一定 几个特点 1 一定资料不能重复 第2个的话呢 资料 除了不能重复之外的话 还要一定有资料 第1栏呢 有这个特性 一定不能重复 所以一般编号嘛 或者像我们身份证字号啦 等等的 放在第1栏 那另外第2个特点是一定会有资料 因为如果没有资料就查不到嘛 OK 那我们 假设 第2个问题就是给它一个对照表 第3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查到之后第1栏呢 那你要把相对应的第几栏的资料带过来 比如说姓名 姓名在第几栏 第2栏 所以你就把这个地方输入一个2就可以了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然后呢 Range Lookup 指的是你的比对方式是要是 完整的比对呢 0 或者你打False 也可以啦 或者是1 至早接近的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你输入0看看 005 在这个范围里面 查到刘宏群把刘宏群带过来 OK没问题 但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说我这边改成009 有没有 底下最多008 对 那按Enter会怎么样 他会出现 找不到的意思 找不到的意思 他会告诉你 找不到这个资料 那如果说你今天 把刚刚讲的最后这个参数 本来是0 如果你改成1的话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变成 打勾之后 他找到了 可是有009吗 没有啊 所以 1的意思是说 如果找不到呢 那我帮你找最接近的 预防说找不到啦 所以 将来呢 如果你遇到 假设法你找不到找接近的话 你记得要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不过理论上 比较大部分用的 还是用0 比较多啦 因为你找不到 来一个可能不一样的充数 那这样会造成错误啊 OK 特别注意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 把这边改回来好了 OK 那打勾之后的话呢 当然呢 但有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向下填满 我希望他后面的公式一定是把这公式刚复制 贴 然后改哪个地方呢 这边改什么 改3嘛对 这边是第3 改4 改5 对不对 就抓到其他 那 但是问题你 假设啦未来资料蓝数很多的话 那你要一直贴贴贴贴贴 感觉很没效率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 最好做一个公式 然后我向下填满之后呢 他就自动全部都帮我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需要什么 需要在旁边产生 那个 2 假设 例如是这样的2 2345 OK 可是不过这是我们自己拉的 有没有什么方式哪个函数 可以帮我产生那个2345 前面好像我们有讲过类似的 有没有 插入函数里面 对 你可以用Raw Raw不是Raw Raw 然后按确定 他现在4 可是我要的是2 怎么办呢 减掉 2不就好了 那这个Raw呢 主要是参照到你现在的 这个 这一个储存格是哪一列 他不会敢蓝 他只会看你这个储存格在第几列 OK 然后向下填满的话 因为列数会增加 所以减2减2 有没有 2345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概念 Raw 刮糊 减2 怎么样 放到 这个位置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刮起来 Raw 小刮糊 减 2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带回来就是2 可是等下向下拖拉的时候 2345 刚好就是指向 他的2345 蓝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做好一次 向下填满放开 OK 那有错为什么 因为这个范围 要把它锁起来 所以这个要加钱的符号 这个范围的话 要F4 我习惯按两下 因为只要向下填满 只会列改变 所以又锁列就好了 把它向下填满 放开 OK 全部都OK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当然呢 另外呢 A3到A10 没有 其实这个也可以变成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定义一个名称 因为现在我没有定义名称 所以 另外一个做法 你也可以 把这个范围怎么样 选起来 那刚刚是从选举范围建立 可是因为这个 这个上面没有名称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给他一个名称 也许叫什么 我叫LOOKUP 假设 随便给他一个名称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范围 定义一个名称的话 第二种定义方法是 输入资料到这边 按Enter 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之后 输入完之后 还要记得怎么样 按个Enter 然后呢 再利用 F3 可以做存取 这里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利用 再利用V乳函数 那配合R函数 向下填满的时候 自动带出其他的 蓝资料